热线事而今日关注 他们既是邻居又是亲戚 却为何反目成仇 多年争斗 两败俱伤的罪魁祸首 竟是两棵树 八年前的相遇 开始了一段特殊的情缘 各位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正在播出的热线十二 我是曹东 今天一上来 我们先来说说六指向的故事 传说清朝著名的大臣张英 他老家在安徽的同城 这宅子旁边有这么一块空地 那邻居是叶家准备盖房子 想占用这块空地 那张家就不同意 两家为此产生了矛盾 张家人就写了信 向这个张英来求援 张英看了之后 回了这么一封信 叫千里家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张家人看了之后 便主动地就让出了三尺地 那后来呢 叶家也不好意思 也向这边让了三尺地 六指向得以形成 那六指向的故事 讲的就是礼让邻礼 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这个两家人啊 他们虽然是亲戚 虽然也是邻礼 却单单为了两棵树 闹得是不可开交 家住山东省德州市 夏金县的老王和小王 是远方亲戚 两家关系不错 2002年 小王从另一个亲戚手里 买下这块 与老王相邻的宅基地 与老王做起了邻居 小王买宅基地的时候 树就有了 我这个树 是旧中下宰家 他卖宅子是 2002年卖宅子 据老王称 当年小王买宅基地前 前房主求老王 砍下围绕着院子外的一些树 为了不影响邻里关系 老王照做了 老王说 他砍下了自己 已经种下了几年的树 原以为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 不料几年后 还剩下了两棵树 一棵枣树一棵槐树 却引起了祸端 小王向老王提出砍树的要求 然而这次老王却不愿意再妥协 两家产生了争执 甚至闹到了要上法院的地步 这又是为何呢 事情要追溯到2013年 这一年小王队旧房子进行了重建 新房经过扩建后 与老王家的院墙挨上了 这让老王十分不满 老王不同意 移走这两棵树 双方因此发生了矛盾 关系也大不如前 即便如此 老王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据他所言 他宁可牺牲邻里关系 也要保住这两棵树 据老王称 他之所以种下这两棵树 是为了给自己家人迫灾党病 所以不论小王怎么要求 老王始终不肯移开这两棵树 然而小王一家也不愿就此让步 两家因此结下了梁子 2015年8月1号晚上 老王听到胡同里有动静 忙出门查看 这一看才发现 小王正往胡同里垒砖 老王认为 小王是要挡自己的路 因此气氛不已 上前和小王冲突了起来 一言不合两人动起了手 很快双方的家属也都参与了进来 矛盾愈演愈烈 就在情况愈发危险之时 附近的村民及时赶到 并报了警 警方赶到后 老王已经不省人事 这一下子把杂鱼的妈找不到 这医院也密密乎乎 也吃了朋友妈 两人都到院了 事发后 老王以及老王的家人 还有小王 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 冲突发生后 警方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 然而调解的阻力非常大 两家的关系 却并没有得到改善 老王的伤情 最后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小王被鉴定为轻微伤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 这小王需要对老王负刑事责任 而老王一家人 拒绝接受警方提出的调解 小王他因为涉嫌 故意伤害 被刑事拘留了 小王一家也觉得非常的委屈 那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不是就像老王描述的那样呢 小王的妻子究竟有何委屈 在小王的代理律师口中 律师描述了一个 与老王所言 大相径庭的事件经过 他找我的时候 就是说反复地强调 就是说是 对方是主动到我们家来打我 打我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 而且他觉得他那个伤情鉴定 说构成那个 这个轻伤了 他说不是 我觉得我没有 不是我打到的他 他怎么伤的我不清楚 与老王的说法不同的是 小王声称自己出门后 是老王先动的手 其实在这之前 双方已经积怨多年 当时修建这个宅子的时候呢 这两棵小树苗很小很小 等到这个宅子买下来了 修起来了 居住了若干年以后 这个树呢就越长越大 因为那棵树呢 它是属于一棵枣树 一棵槐树 然后每年秋天都要落叶子呀 落一些果实啊 我还要帮助你家那个树 都要打扫 我就觉得你特别就是心里 成了一个事了 本来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然后双方呢 都为了这个事 就是吃不下饭的 睡不着觉啊 两家因为树产生了矛盾 这十几年来 关系逐渐冷淡 缺乏沟通也互不往来 这也使得两家的问题 得不到解决 这其中不仅包括 两棵树的问题 还包括小王家的房屋排水 所造成的分歧 还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前院这个 这个防水有滴水盐 后院这个小王说 前院他这个滴水盐 这个水都滴在他们院子里的 小王他们家就把这个 排水的这个钩给他堵死了 老王就不干了 他说这个水 你都剩在我这个房羊根底下 我这房子不危险吗 老王呢 说我要保护我家的墙根 我要往后边就是堆放垃圾 一些砖块啊 小王也是认为影响我的美观 就这样老王和小王各自将对方的不满 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为接下来的矛盾的爆发 埋下了伏笔 后来呢这个树 因为那个下雨刮风啊 有点穷鞋 这样呢就是影响了 就是这个被告的那个出行 就是开三楼啊 进车啊 不方便了 死掉的槐树随时都可能倾倒 对小王一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这让小王一家担忧不已 因为下雨枯萎以后 那个树就倒幅了 就倒青倒了 就已经倒在了这个王一家的 这个大门之上 然后呢王一正方 又把这棵树 这棵槐树又重新绑定 固定了以后 这样它就有一定的危险性 老王不仅没有移除掉 这棵枯萎的槐树 反而将其固定在了另外一棵树上 使得槐树不易被人挪走 而小王认为 树都已经枯死了 老王应该移走 因为他随时可能倒下 砸伤家里人 不光是这一家觉得危险 就是在一般人看来 即使你绑固定了 它有可能随时脱落 你的固定措施 一倾倒 可能对于过往的行人 双方都会造成损害 但老王就是不愿意 将枯树移除 因为对这棵槐树的死亡 老王有自己的猜测 树一看都是怀有病症子 头妈个还活着呢 老王怀疑 这棵树是自己与小王闹矛盾后 被小王故意报复整死的 正因为如此 老王更加不同意将树移走 这一猜测 也加剧小王对老王的不满 因为他认为 我没事理你 你那个树影响我出去 我走路了 你去掉 这也是理此应当的 据小王所言 即便老王如此过分 小王也采取了忍耐的态度 然而事发当天发生的一件事 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互相堆积了许久的不满 被一股脑发现了出来 这个王一家 就是在这个胡同里 就开始铺砖 他铺铺铺铺铺铺的动静 然后呢 是因为凌晨了 凌晨一时左右 凌晨是非 然后夜还是比较静的 王一家可能早就听到动静了 特别夏天的晚上又 这个动静又大 他就认为可能别人 在祸害自己的树木 然后呢 看到对方铺砖呢 可能就认为 你这是故意的阻挡我通行 老王认为 小王铺砖是为了报复自己 阻挡自己通行 然而对此 小王却有着自己的解释 夏天嘛 雨大雨多 我这个铺砖是为了 更加有便于双方的通行 双方应该说在理解上 还是语定的偏差的 误差的 所以说双方更加互不认可 互不理解 在这样互不理解的情况下 小王和老王终于动起了手 这次动手导致了老王轻伤二级 小王因此被刑事拘留 这件事也使得双方的家人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小王的这个父亲呢 因为这件事 就是离病不起 然后呢 这个老王家呢 也去小王的门口去叫骂 说你家儿子打我家 这个打我家的人了 对吧 然后老人年龄比较大 也就是说属于是 小王就是发生打斗以后三天 小王的父亲就因为这个事 刺事了就是 对于父亲的去世 小王内心有很大的怨气 小王认为老父亲是被他们气死的 然而无论究竟原委是什么 小王对老王的故意伤害已经构成 老王拒绝调解 小王因此被判刑一年零一个月 我们也不清楚 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但是呢 这件事情之后啊 小王因为故意伤害 被判了一年零一个月的刑 小王一家特别委屈 觉得呀 自己也是受害者 不应该接受这么重的处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讲解 像这个案子里面呢 就是小王把老王打成了轻伤 那么老王把小王打成是轻微伤 像这种双方的斗殴 不好分清楚谁先动手 谁是主要责任等等 这些情况的 这些情况下呢 那么一般就要看后果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刑法的有关规定呢 那么轻伤追究故意伤害罪的 最低的这个体型标准 为了一点小事而伤了和气 我们都认为不至于闹成这样 然而呢 老王家和小王家的关系 却不断地恶化 事情发展的也是越来越严重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 小王一家对结果不满 他们提出上诉 他觉得呢就是说本身啊 我好像是受害方对吧 然后你来打我 结果呢我要坐牢了对吧 就是觉得这个一审呢 就是说不服啊 要这个上诉的这个二审 如果那个老王能给这个小王呢 出个谅解 也就相当于可以不追究 他行事责任了 是这样 但是当时的时候 那个老王还就是说 不予谅解 就是不予谅解 所以说最后我们也是说 没有办法 法院还是说 就是说为一审的这个判决吧 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 小王将要面临牢狱之灾 而此时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原本是亲戚的两家人 怎么就会走到了这一步呢 我们大小都是一块玩起来的 本体我们这都是老宅子 一个糊涂 那不说大小我们都在一块 他不上我家玩 我就上他家玩去 关系可好了挺好的 那时候下地一块去拔草 就是那时候喂猪喂羊的 喂牛的 都一块拔草去嘛 都一块去 得一块可好了 老王和小王两家人 原本关系亲密 就是因为小王搬来当邻居 两家开始逐渐有了嫌隙 但是总体感觉都是一些 盆芝麻烂骨的这种小事 最终因为这种小的矛盾 小的积怨 导致了这种刑事案件的发生 小王服刑后 小王年迈的母亲承受不了双重打击 开始一病不起 小王的妻子刘某 想用法律来给自己讨个说法 他以人身健康权为由 将老王告上了法庭 没过多久 老王家人也以同样的理由 状告了小王家人 三个健康权的案子 还是按照法律规定 相互的给予了一个赔偿 不存在说谁胜诉或者谁败诉 但是引发这一切的根源 都是因为小王家门口的那两棵树 只要树在 两家就始终存在着 一寿即发的矛盾 小王的这个妻子 也是多次跟我交流这个情况 她说就算是我们这个二审 无论说是这个赢或者与败 对吧 这个根 我们这个树只要长在那里 我们还要再起争议 对吧 起争议的情况下还要打架 小王妻子刘某同时也以健康权 受到侵害和相邻关系纠纷为由 将老王告上了法庭 这一系列棘手的诉讼 着实考验着法院的法官们 因为稍有不慎 这起诉讼不仅解决不了两家的问题 可能还会变成新冲突的导火索 法官和陪审员经过现场勘验 进行详细的调查工作 经过法官和陪审员的认真讨论 这起纠结的案子终于要有结果了 最终法院判老王将长在小王门前的枣树 和枯死的槐树移除 但小王要补偿老王五百元钱 小王可以清除老王墙根 也就是小王门口的垃圾 老王不得阻拦 判决以后 这个相邻关系的被搞坊 他第一 他把已经枯萎的树 还树 主动移走了 第二 他把枣树一棵 还在生长枣树一棵 主动剧掉了 从根部以上大约15公分 20公分 这样搞得一个底部根部 剧掉了 主动剧掉了 应该说他还表明 他自己认可人民法院 判决的这种一种态度 看到这个结果 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三起健康权的诉讼 以各自赔偿对方医药费而结案 应该说是能达到了 法律效果 给社会效果的 这个同意吧 这起错综复杂的邻里纠纷案 终于得到了解决 有一部电影叫做 《滚蛋吧!肿瘤军》 吴彦祖扮演的这医师 对患者说的这个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太经典了 说我负责治病 你负责相信我 那相信这是最理想的 一种医患的关系 有共同的敌人 有共同的目标 有信任 有关怀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 田灵医生的故事 田灵啊 她一直惦记着一位病人 2017年3月7号晚上 重庆市肿瘤医院 肿瘤内科的大夫田灵 在家中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 她正在等一个 非常重要的电话 就担心这个电话来了 我又怕来了后 又错过这个电话 究竟是什么电话 让田灵如此紧张纠结呢 万一我熟睡了 没接着 对我来说也是挺遗憾的事 但是我又怕去面对这个 当天下午 田灵正在医院里值班 突然120急救车 送来了一位病情严重的患者 患者经验已经有84岁了 田灵一见到这位老人 就立刻紧张了起来 焦急地在老人担架旁 不断地叫他杨爷爷 左眼的对方反射 那个灵敏度降低 除此之外 令人担心的是 老人开始出现 试睡的状态 喊他 他就可以答应 但是你一旦 就是说脱离这个刺激够好 他立马就又睡过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医生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老人很有可能会随时离开 下了病毒通知书 可能老人要走 下班以后 田灵特意去看了一下 昏睡中的老人 又和值班的医生交接了很久 不该我值班 我还给了很值班医生说 我要晚上捐老人酒 你给我打个电话 回到家中 田灵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来 他宁愿这个夜班 继续由他来治 这样他还可以多陪一陪杨爷爷 田灵的这一夜 可以说是在等待焦虑害怕中度过的 杨爷爷只是田灵的患者 那这份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过于特殊了呢 杨爷爷究竟是什么人 杨爷爷和田灵之间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老人最后一陈 我也没送到 对我来说也是挺遗憾的事 但是我又怕去面对这个 这个最后的这一陈 所以很矛盾 老人名叫杨希贤 八年前被查出患有肺癌 如今已经到了晚期 这次杨爷爷的病情突然恶化 每每想到这里 田灵的心就会感到真正刺痛 八年前 第一次见到杨爷爷的情景 在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 到我这儿来后 我跟他接触了几次后 然后我就决定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他 2009年年初 在见到田灵以前 杨爷爷已经跑了好多家医院 可医生们对于他的病情 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也是处于一个保护 怕他接受不了 就给他说的专业一些 笼统一些 抹肤一些 但是杨爷爷似乎对自己的病情 已经有了某些预感 他一再要求 希望可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他非常清楚 他觉得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我能更好的 积极地抗这个肿疗 我觉得适当地 可以给他沟通 告诉他后 也许他配合得更好 田灵记得 他把肺癌的实际情况 告诉杨爷爷之后 杨爷爷反而坦然了很多 一般这种情况的病人 只能存活一年左右 幸运的是 杨爷爷已经平安度过了八年 可是这一夜 一颗悬着的心 始终在折磨着田灵 杨爷爷能否挺过今晚呢 第二天醒来后 我第一反应就是 怕自己睡过了 赶忙把那个手机拿来看 一看没有科室电话 当时那个心情 真的是如是重负 感觉一下那个石头 就落在地上一样的 田灵判断 可能是前一天 紧急给老人 做了脱水降压的处理 让老人的病情 得到了有效缓解 几天后 在医务人员的照料下 杨爷爷恢复得越来越好 甚至能够自己下地走路呢 自己打饭 自己上厕所 完全就生活能够治你了 你不挣钱 爷爷你不挣钱 差很多钱 不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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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挣钱 差不多很多钱 差不多很多 不挣钱 爷爷 你不挣钱 差个不挣钱 你不挣钱 不挣钱 你放心好了 不挣钱 你还不是当给你 坚决了 你不挣钱 病情才刚刚稳定 杨爷爷怕付不起 医院的医药费 就闹着要出院 田领好不容易 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知道 现在的杨爷爷 必须要留院观察 绝不能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这感染没有控制好 也许一个很小的一个 在医院里面 我们就能解决的事情 你看他独自在外面 你没办法解决 当时我就仿佛地劝他 甚至还撒娇了 我必须留下 我说你不想陪我了吗 他没有想陪你 我说那对了 那就留下来呗 在杨爷爷的抽屉里 总有这么一盒过期的 午餐肉罐头 他不会打开来吃 却要天天拿出来看看 因为这是他的骄傲 他是顾刮老人 从一开始就清楚 因为我们医生 有一个问病史的那个 你需要问他的伴侣 需要问他的 那个子女的情况 田领了解到 杨爷爷住在 重庆市九龙坡区 某罐头食品厂里 老人一直在这里工作 直到退休 杨爷爷年轻的时候 离过一次婚 没有儿女 之后的五十多年 一直单身 就连他的老邻居 对他的情况 也了解不多 家里我知道一个妹妹 一个哥哥 她那个妹妹 回来的去住了段时间 大概住了三十个月吧 她毕竟 她时间长了 不管还是自己活人 缺少一个亲情 那种家属资料 这种关照关怀 缺少温暖 在邻居的记忆里 杨爷爷年轻的时候 几乎是个两点一线的人 工厂 宿舍 这就是他全部的活动轨迹 即便是这样 杨爷爷并不是一个 下了班就无所事事的人 他还看报 看书 看电视 他记忆也好 他还懂很多事 知道很多事 可是杨爷爷却很少有朋友 多数时间都是独来独往 不喜欢被咱俩其麻烦 他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 刚刚在我们那个 重庆当地说的话 就是降皮起来 他就说他那个是非是对的 那就是说不对的 他就非要坚持 就是我没到那个地方 这个老人呢 尤其让我揪心 在我的救医生涯中 很多病人在住那边 他的床边始终都有家人陪伴 但是这个老人 上化疗 做放疗 从来都是一个人 要是没有医务人员 他连断口水都没有 对我来说 这个寂寞就已经很恐惧了 很可怕 他还讲他年轻的时候 一些烤红薯啊 那些事 然后老人现在记忆不是太好嘛 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去 太多的非要把它弄明白 我觉得你只需要握着他的手 回应他就行 田凌感觉到 杨爷爷是一个需要倾听的人 杨爷爷说 田凌听就成了他们俩 主要的相处方式 我就经常坐在他旁边 我说是啊 爷爷 真的吗 真的吗 哦 是这样的 田凌说 他在倾听的时候 觉得自己也收获了很多 我们那个工作 每天都要面临生死 那个是一个很压抑的工作 你很痛苦 但是你到那里面去 你听他摆那些事 虽然说有些句子 有些词语 你不一定听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种感觉就特别的温馨 你听他讲一讲这些事情 其实自己也是 心灵的一种喜利 除了信任 让田凌感动的 还有杨爷爷在细微处 对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理解 两年半上班 我从值班师出来 我说杨爷爷怎么坐在这里 他说我想你要睡午觉 你要休息 所以我就没靠码 他就一直等在门外 所以你说你能不照顾他吗 这样的病人 他这么理解你 我觉得人心都是互相的 对吧 这是杨爷爷病情最重的时候 和田凌的一张合影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 还隐藏着杨爷爷 对田凌说的几句悄悄话 我的帽子都没有戴针 他说我戴针了他 我说我给你抽针了 他真的吗 我说真的 还会说我悄悄跟你说 我说这是我们俩小秘密 我们都知道这个秘密 是说给自己最信任 最亲近的人听的 田凌就是杨爷爷 最亲近的那个人 八年的时间里 杨爷爷按照田凌 给出的治疗的方案 定期来医院复查 也就是在这八年的时间 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家 建起了深厚的感情 为此杨爷爷还特意 跑了一趟很远的地方 亲手挖了一盆曼陀罗花 送给了田凌医生 每次我都说杨爷 我是不是很啰嗦 他说不 我就特别喜欢你啰嗦 我就特别喜欢你啰嗦 他说笑起来的样子 你那个笑就像曼陀罗一样 田凌不会养花 那盆曼陀罗花还没有等到开放 就已经枯萎了 田凌说他很遗憾 虽然到现在他都不知道 绽开的曼陀罗花 究竟长什么样子 但那是杨爷爷送给他 唯一的 也是最珍贵的一件礼物 十几天过去了 杨爷爷的病情 已经基本稳定了 医生们讨论决定 同意他接下来回家调养 田凌不放心 一定要亲自送杨爷爷回家 不要不要洗一下羊爷爷 你昏不昏好爷爷 老婆 大家都想关心你 觉得你很好 我以为哪点好啊 哪点好啊 我跟你说啊 你看我们那个富士给你打扮 那些你都不想让他们打扮 你都想自己拿扮 也不愿意麻烦这个不愿意给这个天麻烦 这一觉就非常好了 爷爷 他给我说他住的是童子楼 他还给我把他们一起的脑团 得了肺癌一两年就走了 然后他还说他们一起烤火 晚上还吹一吹牛 然后在我的印象中 他那个童子楼里面应该是住满了老人的 我真没有想到我昨天去 是那样一个情况 他这个房子居住条件 确实在现在看来确实差 这栋楼是原贯从士兵总厂 当工许色 没结婚 厂里面的 没分房的 就在那个当工许色里面住 杨爷爷这一住就是五十多年 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渐渐地单身的人都陆续成家了 一户一户地搬离了宿舍 但杨爷爷呢 还一直在这栋旧楼里面 独自过着自己的生活 每每想到这一点 田林的内心就感到一阵阵的酸楚 我看到过比他更破旧的房屋 所以实际上他那个条件还不是让我真正心里面难受的 我只是一想到一个空空的一个大楼里面 就他一个人 你就是发脾气 你大声哭 喊叫 你那个房间都没有回音 我觉得我难受是难受在这里 我不能接受到太孤独了 我又走了 那个长长的走了 我走进去看了 那样里面就全部都搬空了 每一间房间的全部都搬空了 没有一个人 你每个手机都有点好吗 是吧 反正记得手机随时给我打 好不好 先去帮我写 好的 我在这里写一个 行吧 爷爷 看得到吧 看得到 要不让我再给你写打 这个好说 你有我的号码 其实你手机里面有我的号码 其实这样 那你把饭吃了 好不好 吃吧 爷爷 我跟你说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 如果你不好你就给我打电话 好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你听听一声的劝尽量的 好 到这个 不论去想这个场面 我每次一想这个场面 我就忍不住 我觉得 这次病重后 杨爷爷时常出现意识模糊 达非所问的情况 但是一提起曼陀罗花 杨爷爷说 现在不是曼陀罗花的花期 他希望自己能够撑到 曼陀罗开花的时候 不论多远 他都要再给他的孙女 田玲挖一盆来 让田玲看到曼陀罗花 开放的样子 这是他和田玲之间的约定 杨爷爷的病情只是暂时 稳定的下来 但是老人终究还是会有离开的那一天 这个田玲也明白 我不想去想这个事情 我也不想有那一天 他们也问我 如果突然真的走了 你受不受 我还是想来 我想也许他愿意拿走我的嫂 出院后 倔强的杨爷爷 终于在田玲的反复劝说下 在社区医院等多方力量的帮助下 住进了老年公寓 有了一个不再孤单的晚年生活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张斌 张斌 从田玲和杨爷爷的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了和谐的这种医患关系 你来谈谈 从中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在纽约东北部的萨拉科纳湖畔 有一位叫特鲁多医生的坟墓 那么让他扬名世界的 并不在于这位特鲁多医生 有多么神奇或者高超的医术 而是他这墓碑上的墓志明 上面只有三句话 写的是有时会治愈 经常在帮助 总是在安慰 这三句话穿越了历史的长空 到今天依然闪闪生辉 为什么 就因为他点出了医生这个行业 内在的实质 就是人文的关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田玲医生的所作所为 你献着一个医生 应有的人性的情怀 也展现了我们医生传统的医德 在我小的时候 医生跟患者的关系 应该说是非常和谐 患者尊重医生 医生医德高尚 但是随着这种社会转型的激烈 我们看到 随着医疗成本的提高 医疗资源的紧缺 医患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个别的一些案件 经过语论的放大之后 让这种医学伦理 也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但是我始终认为 医生跟患者是相辅相撑的 他们是相互帮助的 如果一个医患关系不好的话 对于医生 对于患者都是伤害 医生如果不信任患者 必然会采取最保守的治疗方式 保证自己的职业安全 患者如果不信任医生 必然对医生的这种判断 产生疑虑心理和抵触 那最终这是一个双输的极面 所以在今天 如果我们想破解医患关系的难题 让我们的医生跟患者 重归于好的话 我想除了进行我们应有的 医疗体制的改革之外 更多的向田林医生学学 先从自身的医风医德做起 好的 说得太好了 谢谢张斌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 本来就有大一精诚 医者父母心 这医生是一份非常特殊的职业 他需要有父母之心 以慈悲为怀 那去年呢 本栏目就推出了大型互动话题 叫记忆2017 心愿2018 征集到了很多网友的新年的心愿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要继续为大家 在社区里头 服好物 给大家做好安全方法提示 把成绩考好了 这里竞争压力很大 我想尽快地提高成绩 适应大学生活 我相信 2018年的社会治安 一定会比2017年更好 日子越过越好吧 主要还是希望帮妈妈 能身体更好一点 然后多享受一下 他们的生活 就想结婚了 我家人健健康康 我自己快乐成长